原来那英才是真正的那与小孩姐 别看英子已经年过五旬 但完全没有年龄短 家里不让吃零食 咱英子就上节目里酷酷吃 唱完歌浅排名不高 别人都担心那姐心情不好 哪知英子食欲一点没被影响 默默从自己包里掏出一袋花生米 看她想吃又顾忌尽头不敢吃的样子 实力演绎了大学生上课偷吃 把偷感秘诀掌握得明明白白 等到了唱得不错的时候 心情大好的英子更是毫不顾忌 直接开始大吃特吃 她还不光自己吃 自己吃着也不忘了给旁边的黄轩尝一口 还得嘴上叮嘱着人家 不要给别人 甚至叮嘱一遍还不行 过了一会还不放心地又叮嘱一遍 别给别人 看那姐这样直接换食 在学校里吃不到好东西的护士大学生们 不过咱那姐早在之前上好声音时 就已经展现出来自己对吃的执着了 正值中秋节时 哈林送了其他导师一堆家乡特产 好家伙才刚一吃到其中的蛋黄酥 就让咱们那姐彻底着迷了 一个接着一个根本停不下来 可把一旁的助理给吓唤了 赶忙上去制止英子停不下来的手 教育孩子的那姐也是 摇上的瓦盆一套又一套 嘴上说着不准吃糖 但要是看到孩子吃糖 咱英子还得从小孩手里要来 刚刚说 我可以吃糖 是 但是我看到这块糖好吃的时候 我就说让我舔舔 我舔完之后 嗯好吃 我说给 就给他 要是发现了孩子在抽屉里藏糖 英子更是说一不二 上来就先把自己喜欢的挑走 看看有没有妈妈喜欢的 好恐怖 妈妈还真可爱 就连好朋友梁静都拆台 那姐喜欢跟孩子一块吃零食 就连吃个雪糕都得吃撒球的 主打一个一点不能亏待自己 秉持着活到老学到老的原则 咱英子一把年纪还在专研英语 一得空就开启英语脚时间 结果还没学个几秒呢 又突然换了门功课开始薄萃时间 直接上演学习十分钟休息两小时的戏码 只能说咱英子这也算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了 这边英子麻将还没打完 那边就被通知要跟制作组开会 看这场景和课间沉迷打游戏的大学生有啥区别 果然人类对英子的开发还不足百分之十 就那姐这精神状态真是遥遥领先